日前新竹可不可官埔分店 有女店員不滿客人在打陽前點飲料 在手上吐口水後徒手攪拌珍珠 還拍成影片上傳社群媒體 引起軒然大波 七月十五號事件爆發後 可不可第一時間勒令廷業 乾煎分店 隔天下午火速派人拆除招牌 並向該名店員與家盟主提出訴訟 二十號三方達成共識 最終懲處定案 表示經三方對談 兩名員工與家長 已親自向受害者官埔分店店主 及可不可總部致歉 同意七位數賠償金 並提到這名員工已關閉社群帳號 期間出現的所有偉貿帳號 與言論皆非真實 十九號晚上受害者 哥哥也在社群媒體發文 說這名員工在家長陪同下 已向弟弟道歉 同時表示 日式發後 正名媽媽都不敢讓女兒 看網路 希望大眾能理性發文 同時表示 弟弟似乎不受影響 手搖飲料還是照常喝 手搖飲店接連出包 其他店主製作程序 頂得緊就怕被波及 可不可女店員一時好玩 如今懲處出爐 為自己行為付出 巨額代價 三天新聞 張炮毅 江俊瑋新竹報導